说起最近的台湾娱乐圈,那可是非常热闹了,正是因为黄子角被人曝光了以后,为了能够拉上身边的人一起同归于尽,于是通过直播的方式大爆料,从而让娱乐圈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波澜,直接导致多位明显的形象瞬间土崩瓦解。 在这次的大地震当中,最先遭殃的就是黄子角,随后他开始曝光大S和小S吸毒的问题,紧接着也有人出来曝光陈建州的丑闻,让其陷入了负面新闻的漩涡。 这次选择勇敢站出来进行曝光的人正是来自黑社会成员的大牙,他发长文指控陈建州性骚扰,甚至还将过去发生的所有细节非常详细地披露出来,也让人大抵眼镜,一连登上几个热搜。 大牙爆料,前老板陈建州十几年前曾性骚扰他,当时两人一起到香港工作,陈建州先是言语骚扰,问他要不要松一下,后来又支撑到大牙房间,想要行步轨之事,但好在大牙一直抵抗才没有受到伤害。 可能是瞄准了大牙没有实质性证据,以及事情久远,陈建州这边反倒是很快和妻子范伟奇联合发声明否认,后来又说起诉大牙,并且要求赔偿新台币1000万元。 大牙这边也表示发远见,但陈建州的性骚扰事件还没有结束,另一位女艺人郭媛媛也站出来指控陈建州,曾经两次性骚扰他。 他表示自己第一次被性骚扰是在办公室里,那一天他们两人因为要谈一些事情,正好就来到了办公室里,当时里面只有他们两个人,因为考虑到他是一个有老婆的人,所以也没有怎么去防范对方。 但是没想到陈建州竟然将他拥入怀中,甚至还强迫自己亲他,这次的经历也让他感到十分受伤,虽然没有发展成实质性的性行为,但是也让他感到非常后怕。 第二次对他的性骚扰是在2015年的时候,当时还是在范伟奇怀孕期间,以此偶然的机会,陈建州来到了郭媛媛的房间。 虽然上一次被拒绝了,但是他仍然贼心不死,这次索性选择将对方压倒在床上,甚至还用了他无法抵抗的力气将他牢牢压在床上,动弹不得,所以基本开始在他的身上摸来摸去,甚至想脱掉他的衣服。 此时郭媛媛非常害怕,甚至直接情绪崩溃,大哭了起来。 面对这个场景,由于陈建州因为担心是他扩大,给自己造成不好的影响,所以就马上停止了进一步的行动。 虽然说这次事件同样没有造成实质上的性行为,也没有造成什么身体伤害,但是要注意的是,对一个人的伤害不仅是身体上的,也可以是心理上的,而这次无疑就给他带来了极度严重的心理创伤。 对于郭媛媛的指控,黑人不知道是不是心虚,只通过经纪人表示,针对莫秀的指控,他不再回应。 陈建州外号黑人,自从和范维奇结婚后一直给观众的印象,就是爱妻,好丈夫,生了孩子后就是好爸爸的形象。 这次性骚扰事件出来,这才让大家看清了他的真面目,而他越来越多的黑历史也被扒出,他的很多行为都太悔三观。 一,全裸骚扰大S妈妈。 陈建州和范维奇一起上康熙时,范维奇提到陈建州很喜欢到大S家洗澡,这样他十分难以理解。 这时候小S接过话差,说他妈妈在家做饭就请陈建州一起,陈建州到了后在他家洗澡。 劲爆的是,陈建州洗完澡不穿衣服,还故意跑到大S妈妈面前,全裸展示自己的身材。 把他妈妈吓了一跳,顿时惊叫起来,啊,要死了啊,建州。 不过,小S不觉得陈建州的行为有什么问题,因为他坦言自己也看过对方全裸啊。 可小S在节目中却解释,大家是纯有意义,不会有其他的心思,所以没有在意陈建州的行为。 陈建州自己也不觉得变态,或者不好意思,他甚至觉得非常自豪,认为自己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对。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,这个男的三观确实有很大问题。 二,戴摄像机闯女生宿舍,大喊,你全裸了你。 主持节目《我爱黑色会》时,有一次陈建州带着节目组拍摄女生宿舍,女生们可能是不知情,看到陈建州和摄像机肩脚连连。 有的成员还在洗澡,甚至没穿衣服,但陈建州一脸兴奋,不管不顾的带着摄像机就开始拍拍拍。 不知道他期望拍到什么画面呢? 有女生慌忙之下只好裹着浴巾,表情尴尬,有点害怕,说自己没有穿内衣。 陈建州看到非但没有退出去,还举着摄像头拍着女生,还大喊,你全裸了你。 一点都不避讳。 三,节目上强吻他人,还伸舌头,这可能是斯琳娜非常不愿意回响的往事。 当时19岁的斯琳娜上节目,被要求蒙住双眼,陈建州就凑上钱,亲在了斯琳娜嘴上,吓得女方无怜惨叫。 大声控诉陈建州伸舌头,声音有些哽咽。 节目上陈建州就敢如此,私底下不知道有多大胆。 但其实还有很多女艺人都曾遭受过陈建州的毒手。 节目中有女艺人爆料自己也被陈建州吻过,还说了吴佩慈的名字,也问了在场的所有女艺人。 那与陈建州在场,他们只能表示,过去的事情不要再讲了,非常不愿意回响被强吻的画面。 陈建州不只是强吻女艺人,连男艺人也难逃她的魔爪。 尚康熙,强吻蔡康永,还有罗志祥,陈柏林,王丽红,每次亲吻时她都紧闭双眼,看起来十分陶醉,怪不得她和范伟奇行婚的消息满天飞。 四,男女通婚,和王丽红传绯闻,传和范伟奇行婚。 陈建州和王丽红的关系非常好,好到两人都传起了绯闻,但这不怪网友误会, 因为陈建州和王丽红每次的照片都太让人浮相连篇。 陈建州结婚的时候,王丽红是伴郎之一,当时陈建州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婚礼的照片, 但看这构图,王丽红放在中心位,到底谁和谁结婚呀? 还有,两人带着了自己的老婆一起聚会时,拍合照两人要手挨着手,感情很深厚的样子。 五,在好友婚礼上玩大尺度游戏,画面辣眼。 还有,唐智中婚礼时,作为伴郎的陈建州和王丽红在现场和伴娘玩起了大尺度游戏。 陈建州用嘴去吊伴娘胸前的花,这闭眼的状态看起来挺陶醉, 伴娘可能有些不好意思,连忙把脸转向一边。 王丽红和潘伟伯还被伴娘围着,不知道玩到什么游戏, 伴娘们的手伸向了他们俩的裤裆,画面尺度很大。 六,多次失禁,喝乳。 除此之外,范围7还公开表示陈建州多次失禁, 不论是家门口还是餐厅,丈夫憋不住就会失禁, 有时还弄脏了她的手提包,这时听着就让人觉得难以接受。 范围7还爆出自己生下双胞胎后, 母乳不足,见了女性刘若英的母乳, 结果陈建州就要喝了一些,表示自己是浅尝。 咦,不拔不知道,原来陈建州有这么多的黑历史, 这些行为真让人大跌眼镜。 现在只有大雅和郭媛媛出来指控陈建州, 但也有一些艺人在他们的社交平台下留言支持, 后续如何,咱们吃瓜群众就看他们如何回应了。 这第一题的是,算有这么多人直接指控她的行为, 但其老婆范围期却一如既往的支持自己的老公, 并且声称,现在所有对自己老公指控都是不实的消息, 一定会支持自己的老公, 甚至还打算起诉这些污蔑自己老公的人。 其实作为夫妻,在类似情况下确实会互相扶持, 毕竟夫妻也算是利益共同体了, 为了保持自己的利益,自然也要支持自己的老公, 这是无可厚非的,但不代表他们就是正义的一方。 不过现在网上的消息还有很多, 想要知道真假的话, 我们必须等待进一步的发展和公开信息, 才能了解事情的真相。 所以现在先暂时等待更多的爆料, 很快就可以看到了。